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事法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商事法第十奖的课程 是跟各位讨论有关关系企业与外国企业 今天很高兴我请到我一个好朋友 黄昭仁黄律师 他现在是文涛法律律师事务所的主持人 那他的经理是很显赫 那他是我们台大法律系高材生毕业 那他也是我们台大图木研究所毕业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他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 有关于今天的主题 黄律师你好 李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非常开心也很荣幸来这边跟各位分享 有关于公司法关系企业与外国公司等相关的法律问题 谢谢 那我们今天是谁要探讨的这个单元 那他有几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关系企业的意义 第二个部分是要让大家知道控制与重属 关系之公司 还有相互投资公司 还有所谓巨额的股份或出资额持有之通知公告 关系公司编造书表 还有外国公司的意义 还有外国公司有哪些一些特别的规定 那首先对于这个关系企业的意义 那我们公司法所称的关系企业 系指独立存在而相互具有关系之企业 那也就是第一个要件是有控制与重属关系之公司 第二个是相互投资之公司 那所谓控制公司与重属公司 依公司法规定主要形态有两个 第一个公司持有他公司 有表决全资股份或出资额 超过他公司已发行有表决全资股份总数 或资本总额 办数者为控制公司 该公司为重属公司 第二个类型是公司直接或间接 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者 也为控制公司 该公司为重属公司 也是这个是有这个所谓的控制与重属公司 那所以我们另外有一种是推定 为有控制与重属关系 是一个公司与他公司之执行业务股东 或董事有半数以上相同 还有第二个公司与他公司之 以发行有表决全资股份总数 或资本额有半数以上为相同之股东 持有或出资者 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 所要探讨的关系企业 那我们都知道关系企业 在我们国家在差不多90年代 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关系企业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母公司还有子公司 那之间常常子公司 这个很多的这个财务问题 都是由母公司在操控 也是造成了很多的这个 债权人的权益物 确保很多股东的权益 因而这样受到损害 所以我们就制定了这个关系企业这一篇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请这个黄律师 我们这边有个题目 就是想说让大家这个观众了解 怎么去判断什么是一个 这个关系企业的一个关系 那我想把这个题目提供给你 帮我们做解答 所以下列何者一线行公司法规定非为关系企业 第一个有控制与重属关系之公司 第二个公司与他公司相互投资 各答对方有表结权之股份总数 三分之一以上者之公司 还有第三 A公司持有B公司有表结 表结权之股份超过半数 第一设有总管理处之企业集团 那这四个当中这个类型 那我们是哪一个 那非属于我们关系企业的一个类型 是 依照关系企业的界定 以我国的公司法来看的话 主要是应该是以公司兼是否存有所谓的指挥监督关系为准 这种指挥监督关系 不论是藉由控制公司对重属公司的控制 或者是透过持股的方式来达成 如果都已经达到所谓指挥监督的程度的话 这些都是属于关系企业的一种类型 那我国的公司法 另外也有规定所谓的相互投资 在相互投资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事实上实际上是将同一份的一个资本 进行账面上的一个移转 所以造成了一个所谓资本虚证的一个效果 那我国公司法也把这种所谓相互投资的 这个这种形态 纳入所谓关系企业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就以这个题目来看的话 第A有控制与重属关系的公司 这个依照公司法来看 它就是一个关系企业 B公司与他公司相互投资 各答对方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 三分之以上者之公司 这依照五国的公司法的规定 它也是一种关系企业的形态 C A公司持有 B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超过半数 这当然因为有实质上的控制关系 所以它也是一种关系企业的一个形态 第一设有总管理处的企业集团 这个常见于台湾现在在未有关系企业章 在未有关系企业章规范的时候 最常见的企业 企业在处理所谓的 处理所谓有关于关系企业的一个经营的形态 那这个东西 这个形态基本上就公司法来讲 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关系企业的一个方式 所以从刚才黄大律师给我们解释 所以虽然叫做企业集团 并不见得就是我们公司法里面所规范的关系企业 所以各位观众在分辨的时候 可能要依照我们刚刚所探讨的几个类型 来去了解说是不是关系企业 那我们先卸下来还有一个类型 也要再做个探讨 也请黄律师帮我们做解说 就是有一个A公司 且有B公司已发行表决全资股份总数 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且B公司过半数之董事席次 为A公司之法人股东代表 又AB两家公司之已发行 有表决全资股份总数有半数以上 为相同股东所持有 以下关于AB两公司之描述 何者最为正确 我想说麻烦那个黄大律师 帮我们解说一下 是 依照我们国的公司法 针对关系企业的一个规范来看的话 有关于关系企业的类型 我们可以简单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因持股而形成的关系企业 第二种是因控制而形成的关系企业 所谓因持股而形成的关系企业 来看的话 就是说公司必须持有他公司有表决全资股份 或出资额超过他公司已发行 有表决全资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半数者 为控制公司 该公司为重属公司 所以说一旦公司持有超过他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或者是资本总额的时候 集聚有控制重属关系 再来就是有关于所谓另外一个 就是所谓因控制而形成的关系企业来讲的话 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是 第一个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 他公司的人士 财务或业务经营者即为控制 重属关系的关系企业 那再来就是说 我国的公司法 另外有一个所谓的推定为控制 与重属关系的一个规定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公司 跟他公司执行业务股东或董事 有半数以上相同者 这个在我依我国的公司法 他是被推定为有控制重属关系的关系企业 第二个公司与他公司 以发行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 有半数以上为相同之股东持有或出资者 这个依照我国的公司法 也是被推定为所谓的所谓的关系企业 那依我们刚刚所述的关系企业的一个形态以及公司法的规定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第一个A公司是持有 B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 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而且B公司有过半数的董事 其是为A公司的法人股东代表 那A B两家公司的 已发行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有半数以上 又是为相同股份所持有 所以说依照这一个所谓的控制的一个控制关系的一个判断 我们应该可以认定为A B两家公司具有控制与重属关系 所以答案应该是A 所以从刚刚这个黄律师把我们的一个解说 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的整个关系企业 其实可以从形式认定跟实质认定来确定 那这个认定就很清楚了 那我们先告一个段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来继续跟各位讨论下面的问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各位讨论一些 控制公司的责任的问题 为什么要探讨控制公司的责任呢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控制公司因为 他控制的这个重属公司的人事财务还有经营 所以如果他有不合盈利的一个常规 或其他不利益的经营 很容易对重属公司产生很大的损害 所以我们这边有规定 他们在会计年度终了时 应当适当的补赏重属公司所造成的损害 如果没有补赏这个重属公司所造成损害的话 那我们法律是规定控制公司就此重属公司的损害 应该负这个赔偿责任 那如果这个负责人 那如果有这个加害的这个行为的话 那要更需要负这个加重的责任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 关系企业当中控制公司的负责人 对于这个重属公司因为他的不合常规 或不利益的一个经营所造来损害 他们要负什么责任 那我们这边有题目要来请教黄大律师 就是题目是谈到 假公司为乙公司制控制公司 假公司多次向乙公司借款 其金额共计新台币两亿元 未寄任何利息 未设定任何担保 且未定清场期 乙公司因此亏损新台币五百万元 经查乙公司该年度 并无任何其他亏损 假公司也未曾给予乙公司任何补偿 请问下列提起诉讼之人 及其请求合者符合公司法 369条知识之规定 黄律师 是有关于这个题目 我们应该首先就是要针对 为什么控制公司跟他负责人 必须要为重属公司去负所谓的 损害赔偿责任 他的原理是在于控制公司 控制公司对于重属公司 负有所谓的忠实义务 以及善良管理人之助益义务 因此在违背的这些义务的时候 造成了重属公司的损害 那依法控制公司就必须要对重属公司去负一个损害赔偿责任 那再来就是说控制公司控制公司 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公司 实际的行为人是他的负责人 所以公司法有特别规定 控制公司的控制公司如使重属公司受有损害时 控制公司的负责人必须要付连带的一个赔偿责任 那依此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假公司是乙公司的控制公司 假公司 假公司多次向乙公司借款 未定 未寄任何利息 也没有任何的担保 也未定任何的清廠期 这 这个部分 确实也使 也已经使得重属公司 乙公司受有一个损害 那依法 乙公司的债 乙公司的债权人A得向 得请求假公司向乙公司赔偿 乙公司的亏损五百万元 所以他的答案是A 这边再补充说明 有关于所谓的控制公司 所谓不和 不和 而营业常规或其他不利益的经营致使重属公司造成损害 常见的类型有 常见的类型有一 常见的类型有三个 第一个 关系企业间商品或股票的销售或交易价格 明显违背了所谓的市场合理价格 第二个 关系企业间相互融资 而不计任何的利息 而不计任何的利息 第三个 关系企业间借贷款项 以低于融资成本的利率寄收利息者 就本届这个题目来看 他就是以我们刚刚所说的三个类型 他就是第三个借贷的关系 甲乙公司之间成立一个借贷关系 但是却是不符合一般交易常规的一个 一个经营行为 是的 我们从刚刚黄律师跟我们做解说 可以知道 如果这个控制公司 对他的这个从属公司 在无论在股票买卖或是融资方面 或借贷方面 那有备于这一般的行情 也就是不符合常规的一个交易 经营的方式 造成了从属公司的损害的话 那控制公司对他要付这个赔赏的责任 那所以我们这边很清楚的了解到 这个相关的规定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跟各位探讨一个 有关于巨额股份或出资额 持有之通知公告关系公司编造书表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 那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某一家公司 为了控制这个另外一家公司 然后常常在买一些股票 那但是这个就会所谓的这个买股票 买到超过一定的定额 以至于控制的另外一家公司 那我们会使这些这个控制的 或从属的关系 能够被大家都知道 甚至被买股票的公司 也能够知道他被他的股票 被买到之后已经被成为 另外一家控制公司的从属公司 我们就有要求他一定要有这个通告 或公告的一些规定 那如果上次上位公司 更是有这个所谓揭露的义务 那我们现在这边跟周海说 当控制公司跟从属公司 如果结为这个关系企业以后 那他们在财务报表上面 也有相关的规定 那为什么要这样如此做 那我们也是希望 让投资大众或股东 能了解到控制公司跟从属之间 他们的一个权利跟义务的发展的关系 如果说控制公司 那如果有这个不合常规的一些行为 造成的从属公司的一些财产上面 或者一些权益上面受损 那都要让投资大众知道 那也要让大家知道 是不是这个控制公司的负责人 有没有负起这个赔偿的责任 所以下面我们有一题 这个谈到这个关系公司 这个编造书表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上市公司都有相关规范 那我们这个有个题目谈到 未确定控制公司与对从属公司之法律责任 必须使双方财务及业务关系 以书表加以揭露 故每年必须编制关系企业 三分书表 关于关系企业之资讯揭露制度 那我们想就教于这个黄大律师 下面的这个四个问题 那何者是错误的 有关于关系企业相关交易资讯的一个揭露 依照我国的公司法规定 投资状况必须要公开 而所谓的关系企业内相互投资状况的一个公开 依公司法有三种义务 第一种是初次通知的义务 也就是当有公司购买其他公司股份时 超过股份总数或出资总额三分之一时 就必须要揭露这个讯息 第二是继续通知之义务 当持有股份数有变动时 也必须要继续的通知 第三是受通知公司的公告义务 也就是说公司的股份 由他公司购买时 被购买的公司必须要将该资讯揭露 那至于关系企业中所谓的所谓的关系报告书 书表的编制来讲 而其目的是为了要明确明了控制公司 跟从属公司之间的法律官司资金往来 以及损益情形 以确定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的责任 并使关系企业间的一个财务 或者财务以及业务关系得以公开化透明化 所以因此公司法有特别规定 不论是控制公司或者是从属公司 在年度报表年在每营业年中年度 中了时必须要将相关的资讯 在关系报告书内载明 那以此我们看到这个题目 A 公开公司公开发行股股票公司之控制公司 应于每年 每年会计年度中了 编制关系企业合并营业报告书 及关系企业合并财务报表 依据我们刚刚所述的法条规定来看 这是确 这是确定 确定而无误的答案 第一 公开发行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 是从属公司 应于每年会计年度中了 照具关系报告书 依照我 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此部分也是确定无误 C 若重属公司 为控制公司百分之百持股 例外免除编制关系报告书 至 此说明 与我国公司法规定相抵触 所以这本题的答案 何者为错误 应该为C 是的 那从刚刚的说明 就可以清楚这个巨额的交易的通知 还有相关的财务报表的一个规范 那这个是我们这一个段落所跟各位所探讨的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回来再跟各位做更其他问题的讨论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 那当我们探讨完了这个关系企业 那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公司法里面最后一个单元 就是外国公司 那我们来这个看看我们过去所探讨的这个公司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从这个公司法的总论以后 我们一接的谈了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五限公司 两个公司 以及刚刚的关系企业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外国公司的部分 那所谓的外国公司 那大家都可以了解到这个整个全球 贸易全球化以后 那不只是我们台湾的公司走向全球 全球各个国家的公司也到了我们台湾来 那这个就会产生了很多法律的问题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公司才能到台湾来这个营业 那什么样的公司到台湾这个做的事情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规范 那我们公司法其实里面也有对于这个外国公司 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规定的一个章节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就是说外国公司它的立法力 那原则上是有一个所谓的设立准则 准则法主义 另外一个是住所地国籍主义 那设立准则准则法主义的优点 既是简单明了 但缺点则是本国公司得于税户较低 或规范较宽松的国家设立 容易成为逃避租税或严格规定的目的 而外国公司得在本国设立公司享受公司的待遇 但其营运及利益则由外国股东所控制及享有 有爱本国之利 相较于住所地国籍主义 虽叫不易逃避租税或造成本国籍外国国民间的差别代理 但其缺点则是认定公司真实住所较为困难 所以我国对外国公司所采制立法律为设立准则法主义 但需经认许使得在我国境内营业 所以我们公司法第四条就规定 本法所称外国公司为以营利为目的 依照外国法律组织登记 那就是本国公司即使是资金或是负责是外国人 那都是一个子公司的话都需要依照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定 但是如果是分公司要从外国进来的话 那则需要有经过认识 那我想这个就教于我们黄大律师 就说如果一些外国公司没有经过认识 那如果在我们我国发生了一些法律的问题 那现在一般都是怎么样的处理 是 因为有关于外国公司 没有在台湾经过认识而营业产生了一些法律问题 这个部分因为外国公司 虽然没有经过我国的认识 但是他还是具备一个所谓的一个 非法人组织的一个资格 所以如果说进行诉讼 民事诉讼的话 在民事诉讼法上面 他仍然有所谓的当事人能力 而能进行民事诉讼 而能进行民事诉讼的程序 那是 但所以像类似麦当劳公司 如果说他们当初在进到台湾的时候 没经过认识 然后就是营业的话 那这样会触犯我们哪些的法律 比如说他就去在路边 随便开了一家他这个麦当劳的店 然后就开始做营业 那这个一般的老百姓也不知道 就进去这个做销售 那可能这个在法律上面 那可能一般人不知道 可是就公司法而言 那麦当劳这家公司 如果没经过认识 就到台湾来做这个营业的话 会有哪些上面 哪些法律上面的问题 是 当然未经认许的外国公司 依法是不能在台湾经营任何的业务行为 那如果说外国公司未经认许 而在台湾经营所谓的营业行为的话 第一它已经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 第二当然它也违反了所谓 所谓我国经济法规 法规相关的规定的一个情势 那依法呢 我们是可以去请求它停止营业 或追究它所谓的民事责任 或者是说 当然也有所谓的行政法的 等等的问题存在 那我们就知道 所以外国公司到台湾营业 一定要经过认识 才能够到台湾设它的一个公司 甚至它营业的据点 来进行这个生意 才符合我们法规的规定 那现在出现个问题 假设麦当劳 或是某一家外国公司 经过认识后 在台湾也开始营业了 可是它有一些违反了一些相关 比如我们的一些规范 还有一些违反了 这个中华民国的一些法律 比如说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 那或是说 它当初来申请认识的这些文件 有虚伪造假的部分 那我们一般都会怎么样给它处理 是 那外国公司如果违反了 我国的相关法令的话 依法我们所谓的主管机关 是可以撤销它的认识 以致使这个外国公司 无法在台湾继续经营 任何的业务行为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 这个外国公司也有可能会走向 所谓的这个解散 那它的一个程序 是不是也跟我们一个 本国公司一样 也要经过清算的程序 然后这个到法院去解除它的法人能格 这方面在实务上面一般都是怎么做 当然外国公司一旦经过认识后 它就依台湾的依我国的法律就不具有所谓的法人格的一个资格的地位 所以在我们一般是可以肃请法院去撤销它的认识 然后消灭它的法人格 那当然这个外国公司势必可能会进入所谓的清算 或者是解散的一个程序 那至于清算解散的程序 则依我国公司法相关的规定去进行 那就你这个过去的实务经验当中 你有没有这个对这个外国公司在台湾 这个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法律 我们台湾还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基于因为外国公司在台湾要认识 经过依公司法规定要经过认识 那我们在认识的一个有消极的要件 第一个是说它的目的或义务 不得违反所谓中华民国的法律 以及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 那第二个认识的文件事项 必须不能有虚伪的情势 那就所谓的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来讲 这是因各国的风情或国情而不同 那因为我国现在已经朝向一个 所谓的国际贸易的一个形态 去贸易的形态去从事 所以有关于所谓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 一个认定上 势必应该要因应国际的潮流 而去做一些修改 藉此而吸引更多外国公司 来台湾经营业务 以促进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对 其实黄律师刚才所提到的 这些未来如何的因应全球化 那很多公司到台湾来设立 其实我们公司目前也正在修改 新的修改的这个内容 将近有四十多条 其中对外国公司要大步的开放 他们到台湾来设立的一些行政程序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对外国公司的一些的规范 也有一些看起来是有点特别 不过希望经过这个未来的修改 会跟本国公司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就常常发觉到 这个常常有很多议题 一谈到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 就常常会有一些特别规范 所以我们对这个大陆公司到台湾来设立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个状况 不知道说你可不可以就你的实务经验 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 大陆公司来台湾设立 不管是设立公司经营的一个情况 除了依照公司法的规定 那还有所谓的两岸相关的一些法规的一个特别的规定 去做一些规范 那所以我们从刚刚跟房律师所谈的 就是外国公司 还有这个大陆公司 其实在规范上面 其实是有它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个请各位观众 以后如果在这个要引进外国公司 或者大陆公司 可能要多多的了解 那外国公司一定要经过认识 那大陆公司在台湾设立的过程当中 那除了我们公司法规定以外 还要符合两岸 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有关于这个公司设立的部分 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那这个都是需要这个 在引进过程当中都需要去了解 那我们很高兴 今天这个能够把这个 商事法当中的公司法 就一个段落 那我们也今天很谢谢 这个黄大律师 来跟我们探讨关系企业与外国公司 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黄律师 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YK